在修行的过程中,除了要有智慧,还必须修福德,成就福慧两足尊的功德 古德云,修福不修慧,相声挂音乐 修慧不修福,罗汉应共博 修行就是要福慧双修,才能成就福慧两足尊的功德 不是只有说,我学佛就是只有求福而已啊 那我们要修啊,因为福是修来的 那我们要自己去历练 那历练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自己的业 所以佛教讲因果,它实际上是很公平的 那也不是说学佛人,那所有的因果都没了 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更清楚 那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遭遇 就是我们自己所造的,那我们要去接受 那我们在接受的过程,我们要用正确的 如法的方式,来让自己改善 不是说,那我碰到困难了,我就要赶快 马上就要得到好的,那我用不好的这个手段 那这样子我们还会承受不好的后果的 所以学佛是让我们越来越清楚,那越能够越承受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才能够更有力量来面对 那怎么样去改善嘛,不好的我们就把它处理好嘛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正的学佛的精神 所以我们现在,佛法可以说是很兴盛 我们应该更加在落实,把这个佛教的精神 我们就要从行动我们的行为,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 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在我们所经过的这一些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好 一个人如果没有修善法,不知道布施 甚至过去未成重善因,修福报 做起事来,不但过程会不顺利,而且无法成就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除了要有智慧 也必须修福德,广集福会资良 时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